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许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卢比 今天咱们标题是 大家请看啊 特殊循环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呢 是进行正常循环 不是正常循环 就是一般的循环 今天呢 咱们做一下特殊循环 一般循环是什么循环 负循环 负循环 对不对 那特殊是哪呢 咱们看一下啊 现在知识点 首先说 Each Each是循环什么 是循环集合数组里面的 每个元素 Times 这是指定循环的次数 Step 这是指定每个循环的循环节 或者叫做这个Step数 一会咱们都会看到啊 好 那咱们看一下今天的实战啊 首先说 咱们先写一个这个 Each循环啊 咱们上一期有这么一个 数组 Game List 里面呢 有三个这个游戏的名称啊 咱们上期是怎么循环的 咱看一下啊 上一期是第19期 对不对 大家请看 上期这个数组 咱们用的是復循环 然后呢 打印每一个数组的内容 今天不了 咱们不这么做了啊 今天咱们怎么做 咱们看啊 咱们不用復循环 咱们直接写上 因为在这个卢比中 每一个这个数值啊 这个都是对象嘛 这个数组都是对象 那这个对象就会有一个叫做什么 叫做意识方法 它是干什么的 它就是循环本身 然后取出本身的每一个元素 进行循环 写法呢 就是这个数组 然后呢 点儿 意识 意识什么呢 大家请看 这就是意识的内容 两个尖括 两个大括号 然后这个第一行大括号里面 两个数线 这写法其实有点奇怪 但是咱只要这样写 应该也能记得住啊 然后呢 里面是一个这个 每一个数组项目的变量 它每循环一次呢 就把这个数组变量里面的值 附给一个变量 然后呢 咱们在循环体里面进行输出 一会咱们要看一下这个结果 其实这个写法 还有另外一个写法 因为在这个 Luby里面 特别喜欢用这个度啊 我也不知道这个 因为这是日本人开发的嘛 它不知道为什么 暗用度是显示自己 英语水平高 有可能性啊 你看在下面这个写法 跟上面是雷同啊 一模一样 就是说 这个数组对象 点儿一尺 接下来就不是大括号了 是这个度按的 这个循环节 然后呢 其他内容都一样 竖线竖线 然后是一个变量名 传进每次循环的循环内容 然后咱们循环体里面 直接输出 好 那咱们再看下面的方法啊 这方法顾名思义 大家请看啊 一尺然后是 V字index 什么意思 咱们看这个循环 或者说这个循环 我循环到第几个了 这是不知道的嘛 对不对 好 那么咱们在这个循环的时候 大家请看 一个V字index 什么 它带个索引过来 也就是说 在咱们这个变量里面 除了定义一个game 变量 接收每个数组的值 还有定义一个i 所以就说 我循环到第几次 当然它从零开始啊 我循环到第几次 然后呢 咱们一会在这个 这个循环体里面 输出下标 同时呢 再输出这个游戏名称啊 一会咱们会看到 这个运行的结果 接下来times 指定循环次数 大家看这简单了 我说写个五 哎 稍等 我说写个五 什么意思 循环五次吗 对不对 然后呢 每次呢 给一个i 这个写法非常非常的 类似于for循环 fori循环 这个写法按理说 比for循环 比fori循环呢 要简单很多 呃 我呢 非常喜欢Luby的这种写法 我也经常用这么用啊 以前我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以前写for怎么写啊 一般都是这么写嘛 for 然后是 比如说int也行 都无所谓 这是零 然后比如说i小于五 就代表循环五次嘛 然后i++ 一般都是这个写法嘛 对不对 这是咱们的 这个fori的标准循环 哎 在这Luby里面 它不这样写了 它用这么 呃 更加简短的方法 实现了通用的功能 所以我推荐您 这么这个写法 呃 而且呢 这个阅读起来 也非常的方便 然后呢 我在这输出 每个循环的内容 但是注意 我是做i加1 什么意思 就是说 它虽然是循环五次 但是它下标呢 是从零开始啊 所以您看到这 我i加1 是第一次循环开始 而不是第零次 这要加1哦 好 今天最后就是怎样啊 step循环 什么意思 咱每次循环 都加1嘛 对不对 像这个 从零开始 每次加1 然后输出五次就停 那我想每次加2行不行 每次加3行不行 哎 就是用到这个step啊 咱们看一下 比如说 我想从1 循环到10 这没问题吧 但是我想让它每次跳三个 什么意思呢 就i 就是不是说i加1了 是i加3 每个循环呢 要加3次 那我们就用到这个step啊 这个也是for里面 for循环里面所有的功能 但是呢 在这个Ruby里面更加简单 大家请看啊 现在就是说 我呢 从1开始循环 第2step 我循环到10 谁 循环到10 然后怎么办 每次跳三个格 接下来输出里面的循环体的内容 这种step 我这么多年编码 我是真的没有说这个step要大于1的情况 一般1足够了 但是您只要记住这种写法就可以啊 好 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速度之前啊 咱们马上建一个例子 马上建个文件 咱们实际上试一下 test.luby 然后把今天的内容考过来 不是很多啊 考到luby文件中 然后我开一个窗口 开个控制台 好 咱们撬啊 luby空格 test刚才建的luby 回撤 好 咱们一个个看啊 首先说 这是一个循环节 这是一个循环体啊 对应了哪个部分啊 对应了代码的 最上面这部分 这是一个游戏术组 没问题 然后大家请看 首先是循环每一个术组的内容 然后呢 直接输出 呃 当前的值 就这地方嘛 塞尔拉传说 超级八条 开简直 没问题吧 然后下面这个呢 是上面这个写法的等价写法 完全一样 只不过这是个大括号的循环体 这个呢 是do end的循环体 内容写法完全的一样 所以说咱们看 在这个地方 输出也是 塞尔拉传说 超级八条 开简直 完全和上面是一样的 输结果呢 也是完全一样 好 接下来咱们看一看 代index 这个稍微有点区别啊 这个呢 上面的是 顶紧的是.h 下面不是 是.h 后面加index 这后面呢 跟上game 同时再跟上一个缩引号啊 输出内容也是 先出索引2s 然后为什么叫2s 因为这个i 它的数值行吗 对不对 数值整形啊 所以呢 要吐上一个这个s 变成字符形 然后进行相加 输出内容呢 大家请看 i呢 也是从0开始 所以呢 是0 塞尔达1 超级八条 2开简直 我是要加1行不行 加1在2s呢 那就从1开始嘛 对不对 好 接下来咱们再看 time子循环 咱们是5 循环5次 然后呢 打印出 每一个循环的内容 然后呢 i我要加了个1 大家请看 就这地方 每次加1嘛 对不对 这样能保证 它从第一次 从第0循环 很奇怪 对不对 咱们平时说话 谁这么说 你做第1次了 我做第0次了 很奇怪嘛 对吧 因为都说 我做第1次了 就这个感觉 那说这地方 我如果不加1的话 咱们当场实验啊 好 运行一下啊 哎 怎么样 大家请看 从0开始 非常的奇怪啊 我就没听说 我才有第0次的啊 当然咱们在程序世界中 第0次是非常的普通 咱们是能够理解啊 但是对于外来讲 它不理解嘛 对不对 好 最后咱们再看这个step循环啊 这个呢 也不难 我给您的例子是 从1循环到10 每次跳3格 然后呢 直接输出每一个i 好 咱们看啊 一上来是1 没问题吧 然后跳3 变成4 再跳3 变成7 4加3等于7 对不对 然后再跳3 7加3等于10 所以呢 它这个循环 看起来是从1循环到10 但是呢 因为在每次跳3次的话 其实呢 仅仅循环了4次 一般来说是怎么写啊 一般都是负循环 都是加1嘛 i等于i加1 这样的话 它就能够循环10次嘛 对不对 大家请看 我们每个这个不长 step等于1的话 大家请看 是从1一直循环到10 这是非常常用的写法啊 这个也推荐给您 一个是step 一个是times 都很常用 好 以上呢 就是我给您分享的 所有的内容 那今天呢 是个特殊循环 但是呢 也不是很特殊 在程序中 这个编码过程中呢 是非常非常的常用啊 推荐给您使用 好 那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国 今天视频呢 会放到YouTube 供您观看下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 拜拜